在使用flags之前 首先你必须要安装flags这个框架 不安的话你使用flags客信 那肯定就没办法运行 首先我们是安装 安装flags使用pp install flask 大家这里可能有点急忘 PP我们在Ninx里面环境里面 我们的确是讲解过的 但是在Windows里面 我们好像没讲解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PP其实它默着安装python 已经安装好了 这些都是知道的 但是我想为了给大家 在Windows上面去学习 所以说我们等于会去 在Windows上面去安装我们flags客框架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解如何去使用PP去安装 大家不用担心 一定可以安装上的 那我们首先来讲解我们Ninux 来安装我们的flags客这样的一个框架 然后再来讲解我们Windows的 打开我们的Ninux mini行 好 直接安装PP 我们使用的PP上 install flags客就可以了 很简单 安装是不是也比较快 安装完了之后我们直接Python 我们这个时候输入Python3 import flags客 直接可以下载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个flags客已经安装进来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安装的 安装在我们的本地环境 在前面我们讲过虚拟器 就是我们还是使用虚拟个环境出来 例如说我们-p 我们选择我们是uorbin 下面的Python3 Python3 然后的话我们的虚拟 目录的文件名叫做爱慕客 好不好 虚拟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叫sauce爱慕客 bin下面的actu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直接 刚才我们只进Python 现在只进Python3 刚才我们只进Python3 才能进入Python3的话 现在我们直接只进Python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下载的环境 其实已经就是我们的虚拟环境 虚拟环境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根环境里面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的弗莱斯科 所以说默认的时候 你看 它其实它也不会将它复制过来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默认安装虚拟环境 它只会复制一些基本的软件源 可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把如说在使用Python3 Python3 弗莱斯科 可能很多人说 他说我从那个脑子里面 它复制过来 是不是应该就有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因为它只是复制一些 它必备所需要的这个基本环境 所以说虚拟环境里面 只有基本环境 好 我们这个就再输入了 我们看看啊 还是我们修理了 对吧 比如说虚拟环境 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在Windows里面 去安装我们的弗莱斯科 在Windows底下还是比较好安装的 这里我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 你不知道怎么安装的时候 你就来这里给你搜索 我个人的时候 一般使用Google会多一点 而因为我们国内的过程的话 可能有些网人打不开嘛 我们这里教大家 去使用我们的国内的搜索引擎打开 你打开第一个文章 这里有一个安装PP 再打开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 我告诉你大家 其实这个网址也都是 经常我们去找快展的一个地方 点击这里呢 有一个downfire 然后把它当下来就行了 原代码当下来 那下之后的话 我这里下载好了 然后你就进去解压 一直解压 接到里面之后 然后就有这样的文件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使用 来安装它 大家看看我怎么操作的 命运行主说输入CMD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不能直接去打开 因为它安装在我们的C盘 然后我们可以管理员的方式进行打开 那我们就进到D盘里面去 哪个盘就直接进到哪个盘 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CD 进来 然后是Python看好我的操作 Python set up Py install 这样的话就可以安装好了 这就在安装过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PP安装好 PP是比较好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在Linux里面 还是在Windows里面 我都会给大家讲解这个工具 这次PP我们就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试试PP命运是不是可以用了 你们发现它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直接可以使用之后 那我们就使用PP install 我们的Flysk 只是你会发现它跟Windows 跟Linux下面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只是这个mini行工具的话 可能有的人熟 有的人不熟 像我一般用的都是Linux 所以说可能我们有些差异 你看看这个地方安装它出现超时 所以你不要紧张 你先让它去安装 不行的话我们就多试几次就好了 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不用紧张 这个问题是因为可能我们不同的情况下 访问某个网址的网络不太好 就是访问某个网址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教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并不是一定费献的 可能你们有的人网络好 或者说网络有些配置的话 是可以直接访问的 甚至我教大家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因为我们PP下载的语言 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那我们将它配置成我们国内语言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在前面 我们讲解Linux的时候 我们也要配置它成国内语言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解 我们如何来配置我们PP的下载语言 解决方法我都可以给大家两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去选择 然后的话根据我们给你提供的文档 里面有一个文度式箱面 解决PP安装问题的这个问题 好吧 来打开这个文档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 你每次安装PP的时候 你就可以 这个是报名 这个就像flash -i 然后指定你要说哪个语言 然后这样写的就比较长 第二种方式的话 你就还是直接PP意识到 然后这样的报名 然后就可以了 但是它要创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你在用户的当前物流里面 新建一个PP文件夹 然后再新建一个PP.i 好给大家操作 用户底下计算机 下面有一个用户 用户里面有一个当前用户 我是Wincent 然后在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是PP 建完之后 进文件夹里面新建一个文件 就是PP 后续名是INI 打开这个文件 好 给大家看看 根据我们文档说明的话 我选择的第二种的话 你需要将这个东西复制进来 一般我都选择第二种 为什么 因为第一种写的命令太长了 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来进行安装我们的PP Install Flex 你发现这个是会从豆瓣里面读 你看到的吗 豆瓣语言 所以说这个是几次说明了 我们将它的语言换成到豆瓣语言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 Flex 在我们Windows底下 我们也已经安装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将会来操作我们的 使用Flex 再搭建一个Hardware的 这样的程序 OK 感谢观看